感謝姓廟祝福 全黨政府 萬萬順利 三上天拜 在議長同志為等人陪同下 內政部長牛昌 持鄉虔誠的向基隆罵參拜 從去年初接掌內政部後 牛昌快馬加鞭 推動各項政策 短短一年多的時間 就推出住宅政策 三建等多元住宅措施 完成新人交通安全設施 條例立法 提出詐欺犯罪 危害防治條例草案 爭取深夜危牢津貼等 警銷福利 強化國安及民防災害 防住等重大工作 因此也在任內最後一天 特別回到基隆千安宮 向媽祖及所有支持 他的民眾報告 沒有辜負大家的期待 在過去單人部長的 努力事件裡面 也秉持了過去一樣的信念 把握每一天 把工作把它做好 所以今天是來跟 跟媽祖報告說 我們每一天都把工作做好 然後沒有辜負大家的一個期待 得到大家的一個任何問題 至於外界關切 他是否會參選雙北市長 劉昌淡淡表示 等時機成熟路就會出現 他也強調不管在哪個工作崗位 都會全力以赴 希望協助賴清德總統的執政團隊 順利推動各項福國立民的政策 我想沒有什麼特別的安排 最重要就是把自己每一份工作 把它做好 那時機成熟 條件成熟 路自然就會出現 那接下來我有 當然有新的一個工作跟任務 不過在這個之前 我會先稍微休息一個幾天 那不管是在任何的一個崗位上面 沒有叫做盡力的 只有權力以赴 那整個執政是一個團隊 不管是府院黨 每一個角色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扮演好每一個角色 然後為執政團隊 為賴總統 賴這個賴團隊 大家來付出最大的一個力量 更重要的是讓整個執政的一個 這個推展能夠順利 來回應這個社會跟人民 大家的一個共同期待 這個最重要 與李宥昌配合多年 讓基隆翻轉有成的 基隆市議會議長同志委則肯定 李宥昌渴望接任 民進黨秘書長的人事安排 稱讚是進可攻退可守的佈局 據報宅有可能 宥昌部長會接任 我們民進黨中央的秘書長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安排 因為他在不管是地方的首長 還有中央的部會 歷練非常的完整 接下來接下來 如果可以順利接下 我們民進黨中央的秘書長 可以順利在民進黨裡面各縣市 來做浮選跟分享經驗 我想是一個對他來說 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機會跟歷練 那未來我想他這個位置 也是進可攻退可守 因為你有一個全國的資源 然後也在主席賴清德的這個共同的討論之下 看看怎麼來操盤我們這個黨務的選舉 務必在這個像這幾天大家看到 國會的這個亂象 沒有逐條審查的法案 可以這樣子三分鐘表決通過 我想未來民進黨秘書長會有非常重要的一個 穿搭主席的概念給我們所有 不管是中央的黨公職還是地方黨公職 會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歷練機會 我們也祝福部長 未來這個一切順利 對於民眾黨立法委員黃珊珊 在基隆服務處成立時 對基隆發展的說法 牛昌與同志委都直言 黃珊珊還不夠了解基隆 與基隆市民的認知也有極大差距 記者張啟騰 基隆報道 記者張啟騰 基隆報道